在叶国 以前我们不是有常常听到这个叶国 这个叶国2500年前不是有一个国家叫叶国 就是勾建 这个勾建就是这个范鱼 帮这个勾建帮助他怎么样回复国家 他是这个叶 这个叶南的叶 这个叶国夫人他姓王 姓王家里请很多丫鬟 家里有没有丫鬟 这个师父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你看他怎么做 他请很多这些丫鬟 每天带着这些丫鬟 修净土来念佛 没想到有一位当中当晚就念佛往生西方籍的世界了 因为他往生西方籍的世界又回来 给他的这个叶国夫人 给他的这个主人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呢 他告诉这个叶国夫人 他说 感谢你 我现在已经往生西方籍的世界了 如果你没有教我们念佛 我今天是不可能往生西方籍的世界 我现在已经到西方籍的世界了 所以我要感谢你 所以飞梦思梦 叶国夫人就趁这个机会就问这个丫鬟 为什么呢 西方籍的世界你真的达到了吗 你真的到西方籍的世界了吗 这个丫鬟就告诉叶国夫人 他说 真的我已经去了 然后叶国夫人下面的那一句话很重要的 他说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 去走一走 我以前 我12年前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位老人家 他送了一个东西 他也跟我讲这个问题 师父 这个念佛非常好 你能不能带我去 我没有这个神多了 我现在都还想去 但是他去不了 怎么带你去呢 我们一起念佛 我们一起过去 这个 这个叶国夫人就问这个丫鬟 你能不能带我去 这个丫鬟就跟叶国夫人讲 怎么讲呢 他说 好啊 我带你去啊 没想到 这个叶国夫人一到西方籍的世界 他第一次看到这什么呢 就是看到的七宝池 什么叫七宝池 因为在西方籍的世界 每一个众生 十方一切众生到西方籍的世界 是莲花化身的 这个七宝池里面很多莲花 所以西方籍的世界的莲花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念佛回向 九品莲花为父母 我们到西方籍的世界啊 不是泄露自欺 不是经过母胎的 是经过莲花 往生到西方籍的世界 所以你看那个阿弥陀佛 手上拿这一朵莲花 这朵莲花是什么意思表法呢 这朵莲花是你的啊 所以西方籍的世界 所以西方籍的世界的莲花 是因为莲花是我们的父母 但是没想到呢 他看到这个宝池莲花 这个七宝池啊 里面很多莲花有大有小 还有什么呢 有菇有蓉有漂亮的 也不是很漂亮的 所以很奇怪 他就问这个丫鬟啊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七宝池莲花不一样呢 有大有小有漂亮的 有不漂亮的 有一些菇的 有些好像很漂亮的 这个怎么回事呢 下面那个很重要啊 大家听好了 这个妖魂的 这个妖魂 这妖魂就告诉这个业果妇人 他说 他说世间的人 世间的人 当他心里 真想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这个念头一起来 那个七宝池莲花 会长出一朵莲花 当你的念头 我在念佛 你发愿我将来 我要到离开这个世间 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当你动这个念头 你念这个念佛的时候 七宝池莲花 长了一朵莲花是你的 真的 如果你很非常用功 精进的念佛 这朵莲花越来越大 越来越漂亮 光色就越来越好 如果你懈怠了 莲花就慢慢的枯萎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万物啊 是不生不灭的 唯独七宝池莲花 有生有灭 其原因就是因为 十方世界念佛的人而所感 以阿弥陀佛 毫不相干的 跟阿弥陀佛没有相干的 你今天念佛 很用功 精进念佛 七宝池 会长出一朵莲花 所以 尊敬的 至于同修大德 所以你要赶快用功 精进念佛 你的脸花会长得漂亮啊 像我们在家里啊 照顾花 那个花脸 好好照顾它 那会长得很漂亮 所以你要用功念佛 你懈怠了 这朵莲花就孤唯了 可惜啊 不但这样哦 最后 叶国夫呢 又看到什么 看到两个 那个两个人啊 这个坐官的人 穿着什么呢 穿着一个官服 坐在莲花上 而且这个莲花长得很漂亮 然后呢 这个叶国夫人啊 就问这个丫鬟 这两个人是谁 净土圣玄录里面有为我们讲 这个两个人是宋朝人 第一个叫什么 杨姐 第二个叫马甘 那个杨姐啊 马甘他没往生之前 他没往生啊 人还在世间哦 因为他念佛精进哦 你看他在这个七宝池里花 已经有他的名字 而且哦 阿里花有他的名字哦 又他的相貌 而且这个相貌非常的专严 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你看哦 你真的念佛哦 这朵莲花 有你的名字 有你的相貌 你 人还在世间哦 你还没到西方解的世界 你还在世间 你的相貌 已经到西方解的世界 你说 输胜不输胜啊 还不可思议的 所以直接的这位投秀大德 哦 所以你的名字 不要换来换去 哦 等一下 换Michael 等一下换Kevin 等一下换Peter 那里花都会乱掉了 哦 所以啊 一个名字就够了 不要人家换这个 换那个 所以林花呢 真的 七宝是真的我们的林花 那最后啊 叶果夫人就问这个丫鬟 她说 那我将来往生到何处呢 这个叶果夫人就问这个丫鬟 那我将来 我要往生到哪里 丫鬟啊 用她的手啊 指着一个大莲花台 指着哦 她的手啊 指那个七宝尺 她告诉叶果夫人 叶果夫人 那一朵莲花 有金碧辉煌 光明动燃 那一朵是你的 告诉叶果夫人啊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光明动燃 金碧辉煌 说明什么 说明 叶果夫人的脸花是金碧的 金碧是代表什么 上上品往生的 你想一想 叶果夫人 她念佛念到这种的境界 难怪她能够度化她的丫鬟 能够往生西方 解释 因为她自己做到 后来呢 她梦醒之后 她非常的欢喜 非常的开心 后来在当年生日里一大早 就是她做生日的时候 她站在那里 站在观音阁 而立着 站着在那边 向西 当家亲君子正准备为她败售的时候 她已经站着往生净土了 人家是怎么念佛呀 我们是怎么念佛啊 所以尊敬的 我告诉大家 如果把七宝石的脸花 没有金台没关系 银台没关系 无所谓 只要能够到西方琴的世界 那个最好的 这个你记得 以后阿弥陀佛来 建议我们的时候 为什么不金色的呢 你千万不要和阿弥陀佛说 不要 如果阿弥陀佛拿 颜色都来 你赶快跟他拿 你赶快跟他走 安全 比什么更好 所以尊敬的主意统修大人 从这个故事里面 他是怎么修福的呢 这个业国妇人是怎么修福的 他为什么这一生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而且往生是上上品往生的 他是怎么修福的呢 而且这个福报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世间 第一个都是福啊 没有福报啊 真的太辛苦了 但是在这个福报当中 你一定有不知悟 你一定有不知悟 好